主場迎戰成都謝飛聯 我們現在在節目室當中有 導演、劉成和陳海東 跟大家分享這場賽事 馬上來看看日之傳方面 他們的正宗陣容 分別有門將余永之 還有三號的劉成 四號的... 郭子超 五號的卡學斯 十號的多利 十四號的艾華 十六號的李健 二十三號的遼君健 二十四號的梁振國 二十五號的楊健 二十六號的劉濤 而成都謝飛聯方面 他們的門將是一號的張晨 二號的皮卡羅 四號的楊庭 六號的黃佳 七號的高牆 八號的儀哥 十三號的黃雨昌 十四號的宋月明 十號張波 九號的沙卡夫 還有十號的羅迪 日之前這邊其實 手法陣容也都退 幾季都沒有初出入 畢竟其實都經歷了換稅 還有一個大的調整 看看以將軍主教練為首的日之拳 新的作風新的拼勁 可否有這個賽過 完全揮現出禮 沒錯 在賽過之初 世思大會上 將軍都有講過 希望可以由第一場開始 讓很多位球迷看到一支鐵血之士 這位就是劉濤 亦都是由天津重江轉過來的球員 來到第一個賽過 立刻就擔任隊長的職務 羅迪也是 剛來到成都謝飛聯 亦都是做上了隊長 其實對於兩支球隊來說 都是在新的賽過 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在賽事當中的歌 繼續跟大家介紹 依然照舊就是 日之拳的主場 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省底場的舉行 今天天氣其實相當不錯 對於日之拳的 2013的賽過的首個主場 究竟是怎樣的表現呢 現在不凡食物群衣袋 聽到現場的氣氛都相當不錯 雖然球迷方面 可能坐得不算太集中 這裡看到就是 新引進的中堅卡路士 來自烏拉圭的球員 不過現在已經入籍了意大利 之前年輕的時候 都入選了烏拉圭國家隊 日之拳是多貴 都在中委方面 用外援的人錢 搭配 其實都不錯 看剛才所介紹的卡路士 在情況 特別在後防 一柱擎天這方面 有沒有突出的表現 應該也是頂替上賽季 離隊的職安 郭子超今季 反而看到現在打左閘的位置 以往在曹陽曹指導的情況之下 他是打中堅或者右閘 成都這邊 起了高波上來之後 卡路士 身材 眼看已經比較高 沒錯 因為93的身高 相當之厲害 好 看看左路這邊的攻勢 交球到前邊 但可惜一腳出界 前邊依然看到是艾華在哨 上賽季也是日之傳陣中的最佳射手 今季也換了個NumberBoss 上一季是7號 今季是14號 今季是14號 雖然是一個外援 但其實他在廣東隊的時間 比起現在這隊 日之傳很多球員的時間都要長 他的故事都頗全奇 當初也是自己 揹著背包 走來日之傳這邊 問可不可以試粉 結果一流就流了7年 估計國語和阿琴差不多 可能比我厲害 好 看看這邊的定位球 高球開進來 不錯 點 滑倒 第二點就爭奪了 第一點 第一點就是日之傳球員搶高 第一點就是 第一點就是 港英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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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主教練的郭海濤 不停地拍攝 九掌 四川好小 阿瑤下 又不在 這波其實連續高球進來之後 日之傳在判斷 包括最後的第二點的專注度 這方面有個脫漏 留意一下 高球一頂 反而最後 位置是失去 看看那位是哪位 看到應該是李健 今季是頭髮球之場的李健 第二點的控制方面 反而就是 我失先機了 前幾季 日之傳 我們所看到 其實在主場這方面 其實都容易 較有更加暗熱的狀態 很多時候 反而客軍的狀態 或者是比賽的精神連貌 是好過主隊 希望不要因為這一室球 是把蠻了賽前的部署 我就沒想到 主場一開球這麼快 就失球 希望就不要打亂陣腳 其實上個賽季 日之傳都是因為 失球數較多 所以導致最後 就要補組 看看這邊定位 球方面 有沒有機會可以 慢一個先 看到高佬都上去 包括剛才提到 是否九三個位卡路士 籃球 都要這樣 我讓他把他打走 對於日之傳人家 我們今季要看一下 走了穩雄博士靈 幾位中全場的核心之後 究竟球隊的戰術踢花 或者是以一種 什麼陣容的搭配 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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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路仔高牆 人會很興奮 全場奔跑 這位球證 來自上海的瀋仁浩 這位球證 相當年輕 八六年出生 貝文都是第一次執法中甲 中國足協平這方面 奔力奔養聯興的求證 希望可以這方面 我們會給多些時間 但希望這方面他自己是 要求和配門這方面 真是放開貪民做 另一個方向的 定位球的機會 看能不能把握 直接射過去 這個球比四川都門章 擋出來 射得漂亮 撥得也很漂亮 可惜 楊健 也是由深圳封棚 跟著將軍過到日之泉的球員 雜眼浪有點像黑仔不同的球 對 相當像 但應該是大隻少少 高過少少 連續阻礙私家壓力 國球 暫時不錯 雖然說 較早失球 但之前這輪的攻勢 連續的壓力都給到對方 特別定位球一定很好利用 主持人 主持人的觀眾 一比一 有點刺 現在開個短的 出道人的位置 其實草地也不是太停 一控之後馬上就借過去 但被對方的球員擋出來 再鬥進去禁區裡面 但高點被對方的要求員 就是平駱家殺殺 走 走 走 廖君健 這場賽事應該是 師匯右邊後圍 嗯 事一貴 反而被曹子路安排 中壞位置 這位球員其實都非常有潛質 曾經入過國少隊 在東莞南城轉會過禮 沒錯 而且今年的全運會 他都會代表廣東隊去踢主力 也成為之前一個小小的擔憂 因為到時廖君健走了 真的要找個合適的替補 也不是那麼容易 李健這場比賽 應該是打左邊前衛 上季他打中場或者右腳 究竟右腳打左邊對於他的位置 或者他的習慣 行不行呢 就去看看 神明方面 將軍來了之後 就作出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因為他說 即是可能 現在日之全比較適合4231 這樣的一個打法 但到時再看看 現在世界的戰術潮流都很流行 4231 但這個1是很關鍵 還有兩邊的三 兩個邊風的內切 或者突破這方面 也都要做一個牽制的作用 連續的高球 球正沒有吹 跟著怎樣壓 越波要小心點 今天場地會一般 對 球相當之跳 落地之後 這邊首先 吃著位置 回到後面 第一時間要清滑 頭上來的情況下 仍然可以保持控球 看到日之前 都不是太過急 把球放上前面 現在頭腿設定 都不錯 接著 再一個撞場 可以順滲 但有少少球的情況下 對方的球員 羅迪馬上殺到 速度顯慢 艾華這一下 好像身體有點重 對 以往其實我們看到 艾華在右路方面 速度和向前的侵略性 是他的看家本領 不知道是不是 有少少熱身不夠 他再寬散一下才知道 畢竟比賽只打一百分多鐘 不過他跟多利那一下的配合不錯 多利也很清楚 作為一個中風 他知道自己的球員 給處理球的時間 沒錯 這兩個球員 其實 貴前的熱身賽入面 即是微兩眼去的配合 都已經相當得人讚賞 包括 大家都應該知道 就是他們 爆冷是贏過恆大的 在貴前熱身賽 那場球員 也是多利入了球 就是和艾華的一個配合 熱身賽這方面 其實看到日之前的情況 幾人滿意 這場比賽 其實雖然失了球 但暫時的精神原來不錯 這場比賽 香港正的球員 梁振 應該就在右翼的位置 看防中力又有了 又這麼好力 又真的 又真的 高度細近區邊 下來了之後 還有一個 掩射的機會 完全拉高了 這些球員真的射失 比全身 這些球員沒有調整 要不就 要不就 大力點押到邊 要不就 要不就硬頂上去 千萬不要停 再 拳帶 因為一跌倒的話 立即被對方打個身上反劫 今季繼續是余勇哲擔當的守門 曾經效力過 龍遠隊的潘偉明 也回到日之前 中場方面 似乎是出現受傷的情況 球證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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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自己人撞在一起的 看是不是多利 有時候作為球證的話 其實運動員相撞 你要看哪個部位 如果是頭部的話 其實應該馬上吹停比賽 這下可能是 坎正的 是坎正的頭 還是坎正的哪裏 看他還搶一搶 上場已經是10分鐘的賽事 雖然比較早失球 謝菲聯這邊 比較早入球 但是日之前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比較快可以站穩 其實一度也是壓著對手 不過現在對方也是迫上來 迫得多緊 沙卡夫 這位來自寶加尼亞的球員 這位來自寶加尼亞的賽事 金櫃對於謝菲聯來說 其實他們也很依仗 這三位的奈魂球員 特別是他們的隊長羅迪 這位曾經 以往在申花 和之前曾經 在英招博視茅科 效力過的球員 嗯 這位球員的 踢球很實用 他沒有太多花孝的動作 踢一下 現在 你現在 拉回來右邊 畢竟是賽局和大面積的會員 所以暫時都要慢慢跟蹤之前的中泉場的情況 多利 對方 其實看回省體場這片 其實都很久沒見過比賽 但想不到一個場地 真是比較值得人的可惜 是啊,保養得似乎不是那麼好 雖然之前聽說 省體場都算是國內中甲賽場比較好的一個 但是經過一個冬天之後 想不到呈現在大家面前的狀況 有些少少令人失望 呼王肯定是有的 但希望平整度反而就是這樣跳 以線打地球為主的支持者來說 可能這方面的失誤或者處理球方面的成功率會較低 再在左邊的發冷 頭罪善後了之後 後面有一個原來神掌 這樣跌了就是李傑 對方球員就是宋月明 其實看回草地 也有點像 就是我們上星期都和大家一隻富力的主場 月秀山都是差不多 都是見到有些黃色的草頭出現 而且地真的相當之不平靜 現在高波放到上來 艾華應該是拿到的 轉身 想玩得送出來的時候 就被對方撞出横邊界外 拿回界外監 留意艾華這場比賽的位置 究竟他是做一個影子位 還是跟多利拍在一起 是一個4-4-2 一定是1-2-3-1 好了這一波 中間高場扯回左路 方向對方判面 可惜全節方面也出現了一個失誤 不過這段時間看回草地 這邊也算穩定陣腳 雖然失球失得有點早 聽到張軍就說押上去 兩位主教練都很緊張 走到牆邊 成都方面就是郭海韜 相信跟大家說郭海東可能就熟 郭海韜大家就不太熟 不過他就是郭海東的唐哥 這裡三排兩撥之下又被人搶到 多利 成都的反擊 可惜這個球已經出了邊線之外 又是他 高場 其實兩支球隊 今天的賽季都是大喚血的 基本上都難見到 上個賽季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主力陣容 只不過經過冬天的一個調整之後 誰會調整得更加好 就由正式比賽中可以看到 火焦 其實兩邊的主教練都是共識 他都認爲 即使你東訓練得多好 始終正式比賽 效果完全不同 都要靠比賽來 檢驗如果你東訓的成果 還有在終甲球員說得時器 希望暫時 我們看到雖然有一支團是暫時零一六合 但他們的士氣仍然很受損 看看這個定位球 這點不錯 噴不下去 剛剛阿東所說的 其實東訓最關鍵就是體能的儲備 球員從一個幼樣到無樣接觸球 一個技戰術、人員的組配等方面 對於主教練來說 其實那兩到三個是非常關鍵 而優宜賽和正式比賽 最在乎的心態和節奏是不同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優宜賽很多成績都較為好 但一打正式比賽之後 球員心態一緊張 就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成績 其實這兩支球隊實力 或者是人員來說都相當接近 這場比賽主要是看一個心態的問題 臨場的發揮都要看各自的心理素質 心態的話 其實日之前這邊 瑩瑩所說是 失球快 但調整得亦都快 嘩這個球 好撻啊 正式中未盡如人意 天氣非常之正 省底場這邊 要快比 作為集位 這球一定要利用傳接 拉開對方 然後再找位進去 因為現在看到其實 領先一球的成都謝飛聯 其實都慢慢慢慢做一個回收 都是一個對著兩個 應該拿回界外球 方便是謝飛聯 大家可以看到 中超和中甲 球證的分別 在於他們 是沒有了通訊器 因為今年 其實中超開始 已經可以用一個通聯 助理球證 第四公園 他們都會有通聯 給到主球證 但是呢 在中甲的賽事上 我們暫時未見到 他們有一個耳機的通聯 也都是 球證這方面一個進步 畢竟現在很多時候 非常精彩的比賽 其實球證都容易成一個關鍵 沒有了 他以為入攝到李傑 哎呀 可惜是踢到人 在後腿自己摸下 守門員的張神都不急了 但是這麼早來 小心 要留下的印象 現在其實 艾華的選擇不錯 相當可惜 都算是上半場 至今的黃金機會 其實看到日之前 不是說沒有機會 只不過就是 把握方面 就始終欠缺少少 其實進攻來說 這幾年 包括上個賽季 日之前的入球數 都比較理想 所以其實這場球 大家還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說不是就很快 可以出現到入球 是啊 他們主角練張國 其實來到很希望 首先是改善了 球隊的防守 但是想不到 就落得有些打三甲的感覺 一來到 三分鐘的時間 都失敗 好 看看又是幼豪的攻勢 李健平在的時候 都是相對較為活躍 但他自己選擇 偷後中路的選擇 又不算太多 還有一個撞場 這個撞場比較深 艾華這一下 始終是經驗 這波其實 全世界都知道 你肯定會給它 但是你可不可以 左腳讓過來之後 再調整一下 可突可比 甚至可射 這一下就上得過於簡單 其實艾華所說 先天優勢很明顯 作為非洲球員 那種速度力量 爆炸力 但是打了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他在進步這方面 不算一個很長 或者很明顯的進步 始終足球智慧 都需要再提高一下 始終足球智慧 都需要再提高一下 嗯 以下又推仰 你說這一點其實都不多不少 有少許突然了 就是中國足球的 那個青訓系統 其實艾華都可以講評 我們的青訓球員 但是始終 正如兩位所說 整體系統的培訓 又或者意識上的培訓 暫時還未跟得上 還有關鍵他個人的領悟論 很多時候 每個人都在感念的情況之下 他自己有一種情況 他可不可以再加以優勢 將優勢鞏固 然後將自己的缺點這方面改變 因為今季其實 都看到他 將軍繼續形容他做主力 但他自己怎樣變成自己呢 特別他移入中間之後 面對防守面對區域 是更加多人的情況之下 怎樣擺脫 是很關鍵的 是很關鍵的 其實現在在中甲 找到一個外門的位置 都不是太容易 因為他們跟中超不同 中超的註冊人數 註冊人數方面 應該是少於中超 但是 之前方面都保留了兩個外門名額 上次的作為多里和賴門 都保留在這裡 今天作為只是保重了一個卡路士 不過其實上場來說 大家機會都是軍隊 都是上三個 現在還有交著狀態 好了 二打三 右腦 轉 好球 你看看你見了 押進去之後 對方回收了很快 還有幾下拿球 都有點偷偷 不能連續做一些跟進的動作 所以慢慢由快攻變成陣地戰 這個直線 撕開來 肩膀在肩膀之下 對方的皮革 他下膠 亦都可以把球 滑出底線 始終你的踢法 都不是一個純的右翼 所以剛剛那個處理球 其實球速又是 十分慢 所以他略不猶豫一下 他都是這麼多時候傾向於內切 比較喜歡向中路靠籠 其實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有之前 對著成都的時候 就總是有一點心理想劣勢 因為之前四次交鋒過成都 就輸了三獲 只在客場的時候 就是上個賽季客場 就贏過一次 我應該是主場吧 贏過一次2比0 上個賽季 其實大家都是 成績差不多 兩支球隊 日之傳排名第10 而成都借非聯 排名第9 他們之間只是相差3分 而今個賽季 大家的情況又是差不多 有半支球隊就換了 所以對於雙鋒來說 第一場賽季 或者是頭幾輪的賽季 都是處於一個 無俠和無俠的界球 家路士 轉過來這邊 有郭子超 終於看到梁振波拿一波 第一 拿一波送上前面的時候 多利又塞了 又搶回 轉過來中間 楊潔 回後 右手邊也是壓到上來的 廖君傑 看來中間剛才所介紹的 25個楊潔 是球隊的一個 很關鍵人物 他在中全場的 組織或者策認 可不可以輸送到 炮彈給前面的多利行 很關鍵 他的能力究竟是怎樣 我們都要接下來的賽季跟進一下 沒錯 也是當時日之泉剩下最下一個內援名額的時候 很審慎地選擇的球員 也都叫做 不知道可否代替到韻和博 之前幾個賽季在日之泉當中的一個作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小韻也是轉回到河南建業的 前幾個賽季 他也算是之前表現最搶眼的 球隊很甘心 以他做一個核心 以他做一個派牌 究竟今季球隊 將軍會不會以 楊潔這位球員做一個核心 然後球員很甘心 給他一些球用呢 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畢竟一個賽季交往 這一球可以裝一下 看看他敢不敢裝 繼續斜回去OK的一點 哇...這個球 開得... 那個樂點不算差 定位球機會真的接二連三 但是不能將他轉化為一個得分 球隊對於楊潤信入 Ji政所 所有定位球 所有死球 都是交由他來射 或是他來斬 看這個球都為他來斬 第一點批到 嘩 終未打出來 寶不寶都 打煙腳彈進去 似乎球證已經有雞聲響起 什麼事呢 什麼事 不要吵 不要吵 問誰 問了你球證 應該是有人拿手擋 應該是手球 應該是在倒射的時候 對方有球員用手把球擋出來 流落一萬腳 首先最醒目的是艾滑 他不射 跟他擲這球 你看到萬機 中了橫樑之後寶石 寶石 寶石完之後 是不是很快就 你不踢得到這球 流淘在那裡 一直都是 你跟他說 我不管你你跟他說 怎麼說得很緊張 這個球 這個球 應該有機會點球 對呀 應該是十二碼 這樣就要給你牌了 先找回 究竟哪個手球 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艾滑 補射完之後 中主 接著這球 打過去 這下手 一隻艾滑就倒了 真的 守門聯 直接紅牌 黃衣卓 直接紅牌 趕到他離場 都正常 因為一個 絕對是得分機會 這樣 雙手掌 幫他擋出來 其實也有點像 在世界杯當中 蘇阿雷斯 蘇阿雷斯 真的會不會有可能 成為這場比賽的轉折點 絕對有機會 因為 其實真的 我們所說 互主心切 是啊 當時看到 手門其實都飛不起來 但是就有一個身影 就飛了出來 可能其實 第一時間 真的以為手門那麼神恐迫步 但是想不到解決 這麼快撿起來 反應真是極速 還要爭奪 這位 真是27歲都未夠的 年輕求證 阿沈仁浩 當他未必是太清楚事件 究竟是怎樣的時候 他可以將比賽 吹停了之後 再慢慢地 理清自己的思緒 和助理求證 談完一輪之後 作出一個 都我們認為 是相當公正 或者相當正確的辦法 嗯 首先 其實這個印象 我們三個都一致 有一個較好的評價 很多時候 當主球證 未必了解清楚事態之後 其實一定要跟他 球證的團隊這方面 那位置的 補理求證 是一個商量 了解清楚之後 沒有問題 道理 立志全 2013的首粒入球 是不是你呢 都準備了比較長時間 還要跑不算很遠 對 吹了一段時間 慢慢再躺 動作比較小 騙過了對方門匠的張神 把比數射成1.1的平手 這樣呢 就把自己的隊友過來 一起慶祝 現在整體的形勢 都已經是 作出一個 都叫做 180度的改變 對 都走遠一點 你看 雪者的圓 你看到直尾的路標 究竟 留意一下 現在成多幾個 球證肯定有個心態的轉變 特別是對 球證罰了他出去之後 這個波 很乖巧 雖然力量不是很足 但其實這個動作 是做了出來 對日之旋來說 形勢立下一個好轉 究竟 球證會放鬆心態呢 其實是一種高壓的情況出現 這個時候其實要調整 看看成功這邊 形勢急轉直下 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一幕 對日之旋來說 絕對是一個千載難逢好機會 現在打多一個 而且比數 剛剛追和 再次給她 所以要看回 看這邊的 改圖 怎樣去反應 因為黃毅卓 本身是一個中場的球員 在後防線上面的影響 不大 所以要看看究竟 他是怎樣取捨 或許會否將前方球員拉開 更多防守 有機會是看看是否出到那邊 因為現在看到整個表面 幾個球員的動作很大 看看是否出到那邊還是這邊 有些情緒 不是專注在球 在那邊出球之前是拉低了 是不是郭子超 這時候又考年輕求證 怎樣將對方的情緒壓下來 千萬不要怕對方 現在的情緒方面 他的哨聲有些傾斜 是怎樣出是怎樣出 堅持自己的判法 這時候很考心 的確黃耳塞的立場對於成都來說影響相當大 因為是一個中場的大路的球員 也算是成竹裏比較供應 他們自己隊內 國內最好的球員 好像阿閻是廣東電球女竹的關鍵核心 不能給 不能相比 好 看看這邊的日之全 大隻版吳屏風 辣尼園有點遲 現在的 OK的 又撞在一起 多利把球拉下來 但對方馬上 這樣嚇了 好 有一個反擊的機會 謝菲聯這邊 速度相當之快 壓到過來 原來這邊還有一個劉盛在這裡 好在包到 要不然就是雙鬼拍門 劉盛也是 前幾季 曹之道 所比較重點培養的球員 其實這群球員身材略顯單薄 但其實 防守意識 或者 剛剛看守的保衛 這方面 真是有個獨特一面 沒錯 所以 將軍來了之後 將他保留在主力陣營旁邊 他在日之全鎮中 都可以說 中後場的一個 就是萬金友 防守中場 他打過 中堅他打過 其實集位 他都曾經撲串過 就好像 左閘郭智超 他都一樣 起高波 入到泥 卡路士 不約 但是 但是留意一下 好冷靜 這邊 好冷靜 冷靜得多少少 都是有點危險的 劉盛 看看 現時日之全 都是女主 4231的陣式 劉盛 其實跟梁振邦 應該衝動了 一些掃擋工作 在中堂中間的角色 前面三個球員 艾華 楊健 還有李健 最前面就是多利 嗯 但是你留意一下 艾華 他又不會像上一季 他捉著邊爐 他反而會移入中間 跟多利 有個聯繫 我所說 陣營是死的 球員是活的 就是看你怎樣演練 這段時間 還要看看日之全 可否打回多一個人 那種優勢出來 因為其實呢 中路方面 他們肯定是人多少少 可以看到一個犯規 最關鍵就是 拱固的防守 對於成都來說 其實他有機會 其實他向前撲 那一刻很猛 因為時間 差不多一小時 比賽時間 你怎樣把這一小時 這方面 給私家壓力出來 給多個入球出來 對於對方的體能 消耗 絕對是起會任何作用 應該有些贏 有些贏 這樣鬥高了之後 對方又一個 就投槍也頂回來 卡路小姐 就再猜拆馬頭巡過來 終於落地了 張哥 轉回來 這邊就是宋宇明 這個才是宋宇明 這樣都是撲到給前面 散中了李健 打回來 二號散中了 對方的球贏 嘩 真是如果不知道內情 我還以為他跟他有仇 很多病 你病飛來飛去 暫時來說 中後場的防守 組織得已經比比賽初段好多 現在東所說 其實來到這些 剩下上場 不多的時間 但情況下 最後的進攻節奏 一定會打快 畢竟對方的體能 付出 都差不多了 索索一下 抽一下水 今天這位球證 打了三十多分鐘 一直都是抵賺的 嗯 我以為他這個年紀 這樣的表現相當不錯 是 第一次執法中甲聯賽 這球打得過於簡單 始終要怎樣利用 多利和拿球的穩健度 還有艾華的速度 包括 楊健那種創造性 對於日資傳來講 這三件一定會用得到 咦 是不是收到什麼指示呢 看來是擺大的頭 張艾華應該是拉到那邊 對陳七上來 終於可以喊到陳七了 真是七了 真是七毫 歐老陳少奇 亦都是來自中國香港的球員 被替換上場 玩樂的就是李健 應該是艾華 真是名正義上拉到右腦 因為其實呢 真是追和了之後 反而日資傳 就沒有了 追平之前那道勢 嗯 所以現在張軍 都是看到少少問題所在 作出一個調整 信號發出來了 是啊 發覺今個賽位多了很多 就主教練 上半場就開始 進行換人調整 這種的案例 好事來的 我們所講 因為比賽只有九十分鐘 你沒可能去到 去場的時候 六七十分鐘才會換人 你形勢是怎樣就怎樣 對一個主教練 臨場的應變是很關鍵的 其實都很難得 見到李健被換上場的時候 笑口細細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軟件 那妹妹真的應了呢 就賽前歐楚良所講 她說她現在最滿意球隊 就是四個字 空前團結 不是空前團結 因為歐楚良現在就是 做人家之前的總經理人 是啊 她在這裏之後 其實也帶了很多先進的理念 管理方面 給日子傳 那支中舊的球隊 又是圍了一堆人 那球正說 你抱歉抱歉 就不會有身體接觸 這些死球 真的要注意 因為對方其實都幾多 善頂之人 斬到西禁谷邊 有一輪的混戰 還沒解到位 從高而落之下 幾下的頭序 跟著一個倒掛 那中的球就掛了出去 底線 倒掛這個就是羅迪 他的對象 沿著彈跳 反而余勇節是最冷靜的 並沒有在茂茂然的出擊 雖然說在細禁谷爭奪 但是你看到 這個情況有對方 也有自己的球員在這裏之後 其實守門員 一定要做一個最準確的判斷 才出擊 其實從這個球 都 一方面反映到 就是 之前所說的 日之全 塞球裡面 很多都是定位球的防守失誤 嗯 這個角球的防守 你確實看得出 他們是比較厲害 現今的足球發展 入球 概率這方面 定位球 角球這方面 其實已經佔了入球的40% 所以現在很多的進攻戰術 都是一樣的演練 那究竟陳七 機構熱身開了沒有 速略 因為這個部署其實相信 在紅牌之後 將軍已經在叫他動 嗯 從七 亦都有手榴彈的絕技 所以 這些 比較貼近底線的教育球 都是交由他來扔 看今次又如何 都去到西金拐邊 五重刀移落之下 解不到為了 撞了他 很快球足 那個球 其實所說 扔教育球 就不是大隻 就扔得遠 很關鍵整個身體的協調 和手臂的力量 擺度會不會連貫的一致性 好 我們看到很多外國球員身材 都不是很高 但他扔那一下 其實整個動作連貫出來 和鼻力的驚人 想起了士督成的大立 大立的現在也是被租借 好了 出貨另外一位了 再走入禁片裏面 後座都空了 但是空了頭脫 聽到雞聲響先了 有球員越位 但越位應該不是當利來的 但是這個位置 現在是一個業位位置 這樣影響了防守球員的判斷 所以其實 阻力球場的這次舉 其實是對的 你這一球 你除非不是全中 嘩 其實 左邊 隊長 是嗎 應該是25號的楊健 剛剛開完國球的位置 結位 但是對於局局裡面 那堆人 應該是沒越的 不是 就是宋悅明 他從前出慢慢走出來 其實很明顯 全包了 你幸好這一球 不入 經線裁判方面 眼神不好 這個球才不夠怪 羅的 我幾喜歡他年輕的球證 首先他的神態 很鎮定 還有他對於潘伏 當你不服的時候 他要以那種眼神 或者那種嚴肅的 告訴他 這球我是這樣認為的 好 暫時來講 控制的場面 都做得相當不錯 嗯 至少那塊紅牌之後 都沒有任何失控的現象出現 嗯 嗯 這下雖然沒有手機的提醒 嗯 耳機的提醒 但其實他當 跑跑當中 肯定不會看一看 助理球證 原來舉了越位的棋 其實這些球證 中國總學一定要加以控告 給他多些長次 鍛鍊多些 甚至來近三到四個賽果 可以拉上來中超這邊 雖然第一次執法 但留意一下這一球 幸好浪得不太好 第一次 仍然都可以轉身 互回的球 轉出來高位 第一時間沒什麼機會 起腳 唯有扔了彎 再斬過來 但第一點 這樣批高了之後 直接應該是出了底線 日之傳這下 都有點疏忽 那那些釘人真的不行 嗯 特別是高波之後 第二的落點 其實我都所知 當高波扔完之後 除非一些像棟老巴的艇 在離院鑿得進來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第二點的判斷 和第二點的專注度很關鍵 其實之前 對於高波的防守 不算是一個很穩陣 有點畏高 又是打回右邊 喊話 咦 這個球不打不中 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人 有機會 有機會 好清楚 梁振邦 看來是梁振邦 看來是梁振邦 是梁振邦 看來是梁振邦 關鍵是陳七六 艾懷一直都沒有放棄 加速入去 看來換人馬上收到效果 哇 看到城東門張張神 好慘怒懵開了這個慶祝的人群 第一站就是多利 比完高速入 帶了整班防守球員 雖然全球不是六個點到 但跟進到的是牽制了 然後梁振波用左腳不是很彈述 但都很穩定 留意一下這下 等完之後馬上走多利 而艾華也體驗到他速過的優勢 帶走前面所有防守球員 留下梁振波 形勢越來越巧 轉了4-4-2之後 明顯梁振波和艾華一人 抹去同一邊 梁振波在左邊 跟著艾華在右邊 忠祐其實是陳七搭著方利 完成了一步 攻擊裏面比較銳利的配置 但在防守當中 真的要注意了 很多高球掉下來都搶不到第一點 甚至第二點也會被對方球員壓倒 嗯 沒錯,始終都有隱憂在 尤其是 這些波 你給多點活動空間 守門員更好 然後你做一個保門 你壓得太深 守門員出不來 你看這波 線壓得太深了 又倒下了,球證要看 這球要操了 這球無論怎樣都要操停了 應該已經起了身 還未起身 想操不操之際,再看多一下 就應該還是有球員在錦區裡面 都躺在這裡 這些球其實就不要 看形勢發展 因為凡是頭部的話 其實真是可大可小 還要躺下兩件 應該都明顯是頭痕頭的情況 嘩,已經看到有條血痕了 這邊 很好眼的形勢 希望是眼花而已 最擔心就是出血現象 特別是太陽穴的位置 皮是最薄的 最容易是擦損或出血 沈仁浩很相信自己的判斷 他就是這樣叫陳七起身 哈哈 他不用叫旁邊擔架 他明顯就應該知道 陳七的傷就不是太過 看口型 充滿自信的主裁判 剛剛那個處理就是 略微經驗 如果我們是雞蛋六面挑骨頭的話 整個上半場打到現時 而是因為這個球證沒有被我們找到太多的毛病出來 好像說在國內裁判這方面 第一次執法 有這樣的認可高度 應該沒事的 因為畢竟他當年的頭槽這方面 入球頗多 香港聯賽這方面 和外援這方面撼得多 自由球應該是給成都這邊的了 選一個很有體育團圖 他很聰明 他向著球旗這邊 是比自己的球員 可以爭取一個空間 可以上來逼回對方的球員 暫時來說 上場可能加上保時 大概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日之傳二比一領先主 後上 先塞一個球,連追兩個 而且現在還不打多一個人 關鍵就是防線 東索哥,不要退得太深 又有路 波利,扯回高點,OK的 這些球就不需要正面 其實有一個跟進意識的話 陳真已經上來了 放回去大禁區就更漂亮 這個球都體驗到 兩個的外援 下一個默契相當不錯 這個球其實反而 跟投球點回去更清晰 因為這個球除非 援覆力或者判斷彈跳是很驚人 如果說你直接鑿入門 就很難得 斯朗,斯朗可能能入球 上半場都知道尾聲 可以說上半場是相知緊湊和精彩 因為被我們看到3秒 不斷入門 同時在日之前 在6秒的情況之下 現在可以反先 而其實上半場對於余永哲來說 表現的機會不多 都是一些冷戰 或者對方一些混戰 就造成了一個入門 其餘的時間 對方可以做到的威脅 真的不算太大 當然在後方線上面 都幾多 脫漏下 不過對方還未形成到 有威脅的射門 打到現時為止 其實我們要看中場的部署 就是成都這邊 當他一比零 一球 還被甩住 可能到最後七十分鐘 他會加大更多力量 有些奇怪 因為梁振邦過了左路之後 郭子超移了過來趙路 看看這個高波 放到他等區邊 多利頂不到第一點 過方線 亦都是有少少爛氣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撞回門將 張神 之前我們都見到 廖君健 還有郭子超 一個打右 一個打左 但現在似乎郭子超 又過了右邊 這邊梁振邦拿不到這個點 哇 好 好 幸好成都強奮不顧身 你看 你看 不斷 不斷 其實他這種格 主教練很喜歡 你呢 我 我學不到 踢球 作風首先 很關鍵 我多次特別打這些 所說的牙教球 或者這些中場的比拼球 你千萬不要軟 你千萬不要軟 一軟的話 其實對方反而一氣就會壓倒你 剛才呢 就疑似 成都這邊想按鍵 那種款 但是呢 始終都壓不了上去 上面的場 保持都幾多 保三分鐘 你看到這個刀球 不要急 這一下 陳七就急了一點 其實這個球 反而再調整一下 向前打一步 中外就不會處理 對啦 因為他要防駭華 又要怕你突破 有多次 當你面對 防守球員的時候 你的處理 是 你成為一個關鍵之主 我看看呢 宋月明都壓到上來 看回呢 撞到的 出倒點 入過去呢 十二點 後點 再加多一個 右撻了 三個點都被對方 撞到的 其實這一下真的很牙煙 簡直是一額汗 尤其是十二點 那個 如果是射正的話 余勇哲都很難救 好 特別是九號 扎卡夫 那一下 看來防守方面的問題 依然存在 特別是 運動戰 其實成都謝飛聯 這場比賽不是很多 但是一來的話 真的考驗不到 所以對於將軍來說 來的日子 防守看一看 訓練一定要抓好 好 多理看右邊 扯不扯給他 給 好球 當然外圍都還有機會 不過呢 對方 也都是沙卡夫 回來幫忙 搶球 場比真厲害 嘩 楊健追債 結果呢 這一波不是一個很故意的反過 因為你看看 留意一下 卡夫主要場地的問題 令到他推波 本來向推直線的 推到哪裏 楊健稍微用力 我看得到 成都那邊 真是 整個體保直 現在還是有些情緒在這裏 全部衝出來 嘩 這個球應該就是 開 罰球 是不是呢 對 應該是給罰球 罰球 開出來之後 很可能 上角平的阻礙就會結束 聰明是差馬 這位就是右球員 打左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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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公子還沒問題 新手拿來之後 球稱也吹響了上半球 跳出的哨聲 結果呢 就是上半球 日之全一落後 連入兩波 現在呢 二比一 反先 對手 場坡 應該還有很多東西 要繼續思索 因為呢 二比一的比數 雖然他們打多一個 但是雖然他們打多一個 下半場 可能他都希望呢 繼續可以押著對手 這個就是 大家繼續收看 廣東電視台體育頻道 為大家送上的 中級聯賽首輪的直播 由廣東日之全 主場迎戰 成都謝飛聯 上半場 雖然日之全是 首先三分鐘的時候 已經是落後 但他們呢 憑藉著多利的十二馬 還有呢 就是 中國香港的球員 梁振邦的入球 暫時呢 二比一的反先 成都謝飛聯 而且呢 他們呢 現時是打多一個的 上半場由於呢 就是黃耳卓的一個 在禁區裡面 會手球 阻擋了一個絕對的 入球機會 所以球證的 沈仁浩呢 直接出示紅牌 終於趕了離場 現在呢 成都謝飛聯 一個十角 打廣東日之全的十一角 那本場呢 繼續有 導遊影 劉省 還有 從來都為大家送上的 與防術的 上一場呢 我們叫盛讚這位 上海籍的球證 沈仁浩 帥仔球證的 八六年出世的 真是相當年輕的 沒錯 而且呢 場上的表現呢 也是超越了他這個年齡的球證 幾次的捧乏 也是非常之堅決的 那麼 球證這方面呢 其實可以做到四十五歲 那他還有相當 一段時間 只要他可以 保持這種心態 保持這種所說的 執法的 穩定性呢 其實都未來日子 我們相信 跟著誇張點說 可以在國際界這方面 看看有沒有機會 不是很喜歡笑 但是表情這方面呢 是那種 遵言 出來了 暫時呢 他都未是過一級球證 因為呢 看到呢 他左邊胸口那張呢 就是中國足業的一張 下半場呢 就是客隊的成功借給聯開球 正著看來呢 就是暫時 他們都未是有太多人員跳動 上半場他們在打消波的情況之下呢 都仍然呢 配置到 保護正選陣容的 沙卡夫呢 其實上半場都頂幾多 這些第一點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對於呢 就新高1-9-3的 卡路斯來說呢 其實對於他的盯縫來說 可能比較緊一點 沒錯 尤其是呢 下到第二點方面的保護呢 之前整個都有提及到 日子傳的保護是不行的 看看下半場呢 這方面呢 將軍會不會又提醒一些球員呢 做得更加好 哇 這邊有個反擊的機會了 好啊 就聽艾華啦 教訓來跟多里做一個撞場 哇 他們的套路真是 每次都是這樣啊 拉回來左邊 這裡是梁振波 回回後 哎呀 但是這個速波就闖絕了少少 啊 楊健想交回禁區 但是被對方攔截到 沙卡夫這一下呢 想讓他來前面的時候呢 亦都是被 廣東隊的球員攔截到啊 落回來呢 就門將章筍的腳下 再放回高哥上到來 這個波就出發了 上半場呢 就是... 借翻聯入球的球員 高場 看看廣東隊的高球又如何 啊 深了少少啊 但是鄧少奇呢 就拿不到 陳七 上半場就替換上場之後呢 的確的作用都比較明顯啊 哈 亦都是放生了兩邊的翼 這位鏡頭所見的梁振邦 衝角香港的球員呢 亦都是幫在日之船反超比分 那其他幾場比賽方面呢 其實中甲呢 就半場都幾多入球啊 重慶2比0暫時領先瀋陽 那另外一場呢 亦都屬於揭幕戰 哈 本賽季啊 非常之有至於衝超的 這個河北俊豪隊呢 呢 暫時是主場1比2 啊 落後近給北京理工啊 那麼值得注意就是 北京理工也都是打少一個人的喔 十人應戰啊 哈 我想到下半場上來呢 首先是反超到被分 所以之前這邊呢 都是要謹慎些啊 打多一個都不是說那麼穩陣的 過程不關鍵啊 那麼關鍵就是在於這個結果 那麼對於一些職業球隊 或者是我們所說的一線隊來說呢 成績是在乎一程的 那麼就看看下半場了 那麼特別是 打多人的日之傳 究竟是戰術部署 是不是繼續堅持 比方強加壓力 然後會有些縮呢 以將軍的性格 我猜他肯定會將條線呢 繼續推出 而成都這邊了 那就看看打少一個知考 下半場 什麼時候跟你博取吧 這球其實真的有點奶煙啊 犯規 我出發了就是他們的 右閘的球員 6號的王階 上半場 然後呢 就除了一個換人的調整 將他的陣容變成 由這個 4231變成了 442之外 那麼 兩邊的閘位 有一個對調 都是 將軍其中一個 就變出心裁的做法 看看究竟會不會呢 他可能認為 他可能認為 廖軍健 過了左手邊之後 會抑制到 對方的七號球員 高場的一個發揮 所以呢 就是兩邊的閘位 郭子超和廖軍健 就調了位 現在還是 郭子超就變成了 右閘 而廖軍健 就過來打左閘 如果幾合上的賽季來說 的確郭子超對於 左閘這個位置 是相當之不適應的 所以呢 就看回下半場這個調整 會不會對他有些幫助 好 前幾個打得較穩定 朱聰 其實 現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會 將軍呢 不在一個大名單當中 朱聰其實也是 冬天的時候 就鬧著要走的 最後呢 也都是沒有走成 日之傳去年 都收了七個 主力球員 嘩 這邊看看才放到來 這麼有機會 成都 好 幸好這邊大腳解圍 卡路士 剛剛提過球員 七號的高場 就是入到這麼巧有一個 接應 的確在上半場 其實他除了入球之外 整體的表現 都是相當之活躍 廣東這邊有陳七可以擲手榴彈 這邊也有高七 七號的高場 他也是擲手榴彈的 都是去到西禁區邊的 沒錯 第一點被廣東的球員 頂了出來 下過梁振邦的腳下送 直四人這邊 陳少奇追不到了 反擊方面 陳七當然速度不是他那麼紅 但剛才也沒辦法 因為左路這邊也沒什麼人跟蹤 但半場如果跟進攻手段來說 似乎 成都石飛聯也沒什麼太大的變動 不過現在中場就施壓了 不可以再縮 畢竟你來對方禁區越遠 反擊的目標越薄弱 對方的心態 慢慢隨著時間越少 又會加急攻 後防相對於空虛 沒錯 而且少一個人 體能方面也會舒適一點 關鍵是對於現在日之傳來說 中場有幾個核心 可不可以將準攻速度加快 連續施加壓力 有些少少簡單 這幾腳就是拱日之前的傳送 但這球偷了為 球場沒有吹罰 對方橙到過來 要吹罰 橙掉了就是劉勝 偷那一下有點連銷帶打 偷了球 也有少少踢跌了 就是對方球的 就失敗 但呢 在張哥橙到來的時候 的確是一個很明顯的範圍動作 有一點報復性質的感覺 都是楊健來斬這個定位球 嘩 直接走過去 有些想法 不過這個球距離太遠了少少 而且也是沒有中路 現在呢 對於日之前來說 就不是說 到了那種可以比較輕鬆的階段 的確有些機會是真的要把握得住 因為現在他們只是一波領先 雖然打多過 但其實這三分不算太過穩陣 好了 他們的球都不錯 送去邪直線 這邊陳少奇都應該追到了 第一時間不出了 假動作自己拉回 好 想說呢 過對方大小 但是傳不出來 這個球 雖然不被對方搶到 但也要原地做迫搶 讓對方推中那個速度 就上不了 出發了25號給楊健 打了一個4-4-2的陣式之後 似乎楊健中路的機會少了 很多時候都是分到邊 靠中路的球 現在多利和陳少奇很積極 前面多了陳七 看看下半場 這波就不要縮太快 嘩 那個長臂還是怎樣 我覺得有點長臂的緣故 這個球彈起的時候 都很不著事 我抽了樂業球出來 給自己的隊友 我自己的隊友控不了 現在還是黑險控制一下節奏 咦 在禁區前面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明賣明賣了少少 所以也是被對方截到 成都的反擊 多了一個 但是隊友還沒跟到上來 交給中間 這個球交到門前 其實六點都還OK 只不過那邊就完全沒有自己的隊友在 又是他 高祥 今天真的是成都最闖眼的球員 還說闖眼那個 落了牆 那位都備受 成都的模特方面 自重關注 是 剛才雅說這一下 明顯這個球員是彈起了 搞得大家不熟 場地現在都可以說 對於兩支球隊來說 都是公平 因為條件就真的不算 太過理想 哇 我們回到後 塞卡夫 打算跟他做個配合 誰知就有點誤會 兩支球隊整體的推進來說 都不算很快 所以這段時間 都有少少拉鋸的味道 打回來右邊的郭子超 這個球員陳七想擺回去前邊 但給對手力抹之下 一定會出街 就是 我們看到 下面的一個唯一攻勢 都是阿借韋連這邊 一個撞牆 送過他來右手 有沒有追到 相當勤力 高牆真是 今天真可算是 成都鎮中的拼命三郎,哪裏都見到他 改造方面似乎還是比較淡定 看時間吧,我相信去到70分鐘之後 成為兩個換人名牌,他會否會拼搏 會否抽出一個後防名牌出來,加大中場 甚至擺多一個節目 你現在都在思考著 應該還未換人 這些轉移要加快 不可以讓對方定乳折走 因為你現在有體能,有人數優勢 現在只是一球差距 這邊有機會,看看仰健 轉過來自己的右腳 這下是想壓入海血,但球停得不漂亮 他好像被球撞到 胸口想彈攻後彈了兩匹圓 胸口碎大石 郭子簽 劉成 交給卡路斯 他的確,那些球員都似乎想控制他的折疊 但在打多個情況下 應該會快點去逼對方 連續的施壓是很關鍵的 其實我們中國足球發展 關鍵是球員在90分鐘後 高強度方面 好像日本或者韓國的球員 連續90分鐘可以給高強度施壓 這件事很關鍵就是體能 或者從事到達培養比賽的意識 以及面對這種壓度之後 其實球員可不可以跟著節奏 郭子簽一直在空中 大家是頂來頂去未落地 結果吹罰了卡路斯的犯規 卡路斯都很勞氣 但他似乎是對著對方那邊 看是不是沙卡夫 這些就是言語上的衝突 這些弗球真的要留意 入支全家後防 特別是在第二點的保護上 不要這麼多形成了一些混戰 不過這個球直接斬給余影哲 這些正面球對於守門 防守是最好的 畢竟是直線 很容易判斷 但如果圓圓去到四十五度 這樣倒進來 就輪到不同的說法 越過越快 更早運出到中前場 太慢了 都是這種節奏 沒錯 跟以往我們所記憶的 那支青年軍 水銀四地的攻勢 真的差很遠 當時中場方面 尹紅博 史亮 這些球員在這時候 甚至阿林 嗯? 是啊 當年 有種快速的廣東風格出來了 但你現在只不過是 永遠一球的差距 因為足球比賽 十打十一 反敗為勝都不少 沒錯 有一點過於謹慎 和保守了一點 看看吧 陣地戰 其實這個高佬在前面 應該利用一下這個優勢 楊健這一腳斬球 有一點直接了一點 謝菲連方面 戰隊的球員 已經站在場邊 看看是否 三十二號的周遊 隨時準備入體 不過暫時還未到死球 所以還未出到泥 這一刻 吹罰了沙卡夫的犯規 好了 周遊這個時候 入體 然後入體是沙卡夫 這個來自大園的中場球員 周遊 不是 周遊列省 他也是 身材很高大的 以往我們都 關注這個球員 嗯 對於國內球迷來說 都比較熟識的一位球員 你如果面對對方的 防守體系的話 你不加快速度 不將節奏快慢 這方面 對方就很感到 你現在都是教授 related 還有真下半場成都很黑暗收縮了三條線 所以也令到日之前覺得空間方面閃了很多 沒有什麼比較有創造力的攻勢出來 陣地戰在足球的教科書上比較難面對一個課題 但當對方在打笑一個情況下 其實是可以利用這些傳接轉移 你反而現在好像在領先但又不想攻那隻 你高球進來究竟重大不大呢? 有機會直接射過去 這個球是否應該都是香港球員的一個配合 陳少奇頂到第一點做回後 林鎮幫他裝上一腳 可惜射得太正了少少被張神放了出來 看看會不會又是交流層七來扔這個手榴彈 他去到西金佩那裡 第一點是被對方球弄出來拿到角球 大家 他根本都很忙 這個就是阿沙利亞國家隊的成員 有傳說對方有個隊長 下半場第一次角球的機會 你看日之傳斬到中間 12碼點附近 就不能定出來 要搶啊這點 盡早搶 對方洗空脚弄都上來 嘩這個高場真的很厲害 日之傳不停封 又是他 這些球有這些大力好手之下 這些可以演練多些戰術 全部都以為他扔前突然開一個短的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短 如果陳七這樣爆就沒有強項 但他也看到腳面也扯起來 這個球不太快 這個球不太快 我們看看 場邊是否有人調動 沒錯 換下了 現在在打右閘的國志超 換上21號的劉宇神 看來加多個中場 劉宇神歷來 我們所說都是打邊路 看看是否穩固的打回右閘 一定是怎樣 還是打多個中場 因為對方只是打單箭頭 這個時候不需要放四個後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接下來比賽場面更加精彩 始終暫時還沒看到日前那種 谷出來的決心 連續的施壓 這些就是所說 還沒看到很強盔 有獅子撲肚的感覺 有些安於現狀 嗯 最怕這件事是中國球隊 很強力的衝頂 但就吹罰了卡路斯的犯規 我們又看看 究竟 廖君健 會不會又是被人拱過去 打右閘 我覺得 今天他的位置 都是三分四次 作出一個調動 但他似乎都是相當之適應 不過暫時下半場打到現在 看到成都的防守都算是做得不錯 可能也是拜他們的主教練 過海韜所賜 因為上個賽過在天津松江執教的時候 防守方面做得很好 又是搶到第一點 第二點都是成都的 再加上來右邊 門前有機會 這邊撲到 幸好余勇哲反應快 第二下馬上把球捧著 但似乎有球員弄傷了 對方 球證這下抵贊了 喂 你自己的隊友倒了 你踢不踢出去 我來看一看 立即踢出去 應該有 給對方 應該在後面 勢力 所以不斷想著自己的小腿 嗯 但其實剛剛我又黑了警鐘 雖然這樣打下去 隨時對方真的 雖然人數是 打少過 但隨時有機會踢得入球 因為你現在進攻 給不到壓力 對方 給到一個喘息的機會 對方 對方真的會撲出來 關鍵現在 鍾前場 艾華那個點 起不到一個牽制 就是邊路 壓不到對方 然後中間 好像楊健 作為派牌者 他又拿不到一個 很核心的用球拳 畢竟是 第一場正式比賽 對球隊來說 這球 幸好周遊都 知道我什麼情況 沒有想去撲他 周遊現在應該是 場上這麼多球員 身高最高的一個 為什麼九五 大連球員歷來 在中國的足球貢獻 都相當之多 雖然是一個城市 但他出的人才 比起遼瑩那邊 是更加旺盛 好了 這邊扯回去 沒有問題 方向隊 就對了 劉宇慎 劉宇慎 現在打左閘 他和郭震邦 打到同一邊 梁震邦上半場 已經有一個入球 下半場其實也有一個 零空抽射的機會 模式也是被對方的門長 把神打出來 又是楊健斬這個角球 選擇比較鐵門的位置 不過還未到門口 對方已經被侵犯 出罰了艾華 再一次很及時 哨聲響起 這位球證 瑩瑩說是英俊球證 沒錯 執法能力和雙貌 成勝比 相對令你吸引眼球 不過下半場的確 艾華 多利 包括陳少奇 之間的呼應 好像已經少很多 基本上都看不到 他們有什麼火花 可以拆出來 所以也都導致 現在局面 有少少打不開的感覺 這邊差少少 又被對方滲進來 但中場的迫搶 還算勤力 大腳交往前面 無人地帶 劉韜 他的身形和作風 都非常符合 將軍帶隊的一種理念 硬朗 空汗 中場負責一種掃檔 雷光傑 艾華這一刻想說專身 但是過不了 還要給對方一個可以反擊的機會 多利也很勤力 回來自己半場一搶 中場一搶 黃街 高波上來 雷空球員都搶同一點 所以出現了一個失忍 但是側上來的時候 又失了 還好啦 卡浩士還給這邊的 劉韜 剛才場地又立功了 令到高場 也是馬失前提 好 嘩 這球球到九樓更高 從高而落之下 球證又粗罰了對方高場的犯規 這個球員真的很有火 從場都見到他 就飛奔 而且每球必針 做得非常好 我說球證 你有你怒吵 我又換你冷靜下禮 反而真的 很多時候真的怕一支球隊 當你 仍然說的 安於現狀的時候 對方是找到一個反擊的空間 作為主場的球隊來說 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應該 嘗試一下 在進攻方面 就 更加多的變化 又或者是 給一些進取心 大家可以看到 畢竟又是賽季第一場 相信對於 將軍 張子道來說 包括在中場的 其實他可能要求球員 現在的形勢 可能是打成功率 但你只不過是一球的差距 和你的中前場 你給不到進攻壓力 你是 給不到任何的 優勢出來 那你對比賽發展 是麻煩一點 畢竟你只是一球的差距 三分和一分 對於開季的守門 和意義是很不同的 又見到陳少奇過來扔手榴彈 但其實 如果他出來了 中間只有 多利這個戰點 所以 他扔手榴彈 似乎有一點 有辣有不辣的感覺 艾華這一刻 的他 底線位所謂是自己去追 不過 被對方得住的情況之下 他亦都心急 硬硬硬對方 這邊就是日之傳的教練組 亦都很緊張 連助教馮峰也走出來 馮峰都可以說是廣州足球 和四川足球的調良人物 在太雄神效力過 也在四川全清效力過 這場賽事 已經打少過的情況 他在前場也有少許高漲難明的感覺 快點 突出的背脊下來 又一個 蓋射機會 沒錯 卡浩斯也叫做 蛇身 倒槍眼 把球藍出來 這個球真幸運 血肉長城 嘩嘩 好明明明高漲又有機會 要不要給牌呢 這個球 有可能 梁振邦要拿一面的黃牌 超級 嘩 抽屈 真的撥到這麼上下 見到高漲 嘩 真的見到他 就是一個很個性化的球員 立刻就拍賽 跟人說 不要讓我讓他爬上來 不要讓他爬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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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天見到可能還是流鼻血 所以我停下來才達 嘩 這邊高漲真的不 break 還是在抄趁 因為廣東的天氣不是太熱烈 可能是對人群球 現在這個人應該是 這一下是否駁得太盡 因為其實剛才我都說 他滿場飛奔的 周圍都見到他 人群球四個量多了 其實多利應該就不要放了 應該回去鑿 因為這個位置不需要夜勢 人群的 每個地步進來 鎖角度轉到身 方向是中籠 對呀 炒高了 對呀 你以為這波 你硬得正 真是微低入 人群太多了 這些位置 反而是阻礙了審門員的判斷 還有你讓對方這樣牽制 這時候 沒錯 顯示中是有愛 仁義 還有大腿抽 這樣按小腿 沒什麼用 多謝了 你們走開 很好 抵贊 之前的球員 雖然說 比賽第一 但始終 對方出現這種情況之下 立刻幫他鬆弛一個緊張的肌肉 要換 嘩 真的很少 70分鐘 出現這麼厲害的抽到 對呀 軍醫師要換 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 說了一隊 有個隊友打人比賽抽到 嚴熱夏天 在月秀山打 抽完之後 整身是 發冷 吐水 要送去醫院 調香檳糖 這樣緩解 但那時是很炎熱的 沒有像這些情況 莫非真是十個人 少得下一個就造成體能消耗這麼大 可能高場的位置要上越落 以及關鍵是底的問題 有時候球員的身體肌肉 一個是內跑,一個是衝刺快 高場的肌肉應該是快速用 對的那一刻 球迷也不用傷 因為畢竟在頭部這些 球證一定要細心及時喊停 暫時你講的比賽都出現了幾次的停頓 看看高場會不會進來 看看暫時是否沒有換人 真是拼命三浪 還在押忍 真是進來 對 抽筋的情況 你若然不是 起動或彈跳 看看這個球 都是高場 花花自己的禁區 拿到我的球 再放他在禁區裏面 但相當之深 益在對方的文章張實 抽筋 只要你不是急速起動 或者急停急轉 突然起跳的話 其實都可以慢慢捱 但相信高場今晚 睡覺就難睡了 回去一定要拿熱水 或者情況 盡快把肌肉緩解下來 抽筋真的很辛苦 這邊 再分 場地 其實方向是對的 其實剛剛也想說 會不會真的 這個場地的問題 導致球員的體能消耗 比以往更加大些 很明顯看到很多地方 是凹凸不停的 這段時間成都石斐聯方面 反而是谷島出來 這個球千萬不要有失誤 卡路士一腳大腳 首先把球清出 橫邊界外 這個球要發展下去 被成都追回一顆 其實下半場 我們現在的形勢 真是不足為奇 又看今次的防守 成都在左邊 第一點 又是對方搶到先 那個余勇哲 就馬上出擊 第二點很穩陣 又是高牆跑上來 這位球員真是厲害 精神面貌真是抵賺 控制的球員 會很難 握上去 那位球員 握上去 如果真的放虎歸山 被對方偷得一分回去 你真的喊都沒有 好啦陳七 中間叫 陳世真是幾次關鍵性的全球 都不算做得很好 梁振邦的走位又不是太清晰 不知道他想切入內線 還是想走底線位 留意神都很關鍵 一下子產節也將球產到橫邊界外 這樣消耗下去真的不是辦法 日之傳這邊雖然領先著一個球 和打多一個人 現在看上去反而勢力 成都這邊更加好 前場的迫搶也導致日之傳方面出現失誤 又迫到一個間球 特別現在體現不到日之傳的人數優勢 高七又扔手榴彈 都看到他扔手榴彈 對於他扔手榴彈有沒有影響 後來其實都可以進到細禁區 果然這次都是去到細禁區 必搶到第一點 第二點都可以射 人馬踏襲之下 可以把球清出來 留勝 但始終都是太過被動 無論是第一點還是第二點都是被對方搶到 那條防線正如阿昇所說 鬥得太深 真是有些過分謹慎的感覺 做個不是恰當的比喻 會有點像阿仙奴金貴 阿寶特所排的防線 很喜歡在禁區邊 細禁區邊 排了一橫的球員 頂著對方 而不是主動頂出去 這邊又是大腳的解位 這段時間反而是十人應戰的成都石飛聯 壓住主場的十一人的日之全 在那裡狂攻 就算是真的拿三分帶下半樣的過程 相信外界 媒體等等方面都不算滿意 每種所說的血性 或者一種節奏在那裡 安於現狀仍仍然形容得非常好 但這種安於現狀其實真的擔心 因為畢竟只有十幾分鐘 又是角球的機會 斬到了宇空之出擊 不過這個球不是他打出來的 宋建明 他斬到西禁區邊 層七第一時間押出來 鬥哨的情況之下 梁振幫他快一點 馬上腳面躺在中間 深了一點 但這個意識很漂亮 腳面扯過去 嘩這下可能 兩敗俱傷 手頭好 他叫羅迪走開 但是似乎 看他究竟是繼續抽 還是被 公公隊的樓圖剷中 所以就這麼痛 阿高七真麻煩 會不會剷鬆了 留意一下 大家同一時間落 嘩其實大家都 凍了肉酸 嘩可能真的 鞋底應該是印到他大腿的內側 應該是印到他大腿的內側 應該是印到他大腿的內側 咦咦真是 直接紅牌趕了 就是隊長的流韜出場 嚇你 這樣就 拿煙了 兩邊都是 有一張直接紅牌 但對方那個是 所說 互主心切 但是你這個是 技術動作 但是你這樣發展下去 形勢又不一樣 是啊 所以在足球場上 什麼叫千變萬化 那 劉韜也沒有什麼 還有 對於隊方球員 都是理解 都是 咦 這樣人一陣分 真的鬆了 留意一下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雙非 其實真的是五波 這個 只不過剛剛好 就劉韜不好 嘩 嘩 他都懂 找到鏡頭 那就先看這個 佛球 先啦 大家都搶不到 同一點 但是呢 下回來這裡 應該可以護著球出底線 嘩 都幾陰濕 看到就是皮羅加 最後 其實都 大家會有動作 不過最後呢 就是皮羅加 有少少 就是 陰 對 其實 剛剛好 就是廣東隊的球員 擋著鏡頭的情況之下 應該就洗了一招出來 現在看一下 形勢 但是因為 樓韜位置很關鍵 嗯 想不想撿個人出來呢 對方這邊 就終於 猛將 猛將 輕捏下來 立即 不抽 人 好像下棋對子 現在 兩個 就 一撞起來 大家一齊 對上場 但是 對於日資傳來說 其實影響都幾大 因為本身防線 就不太穩陣 你說中場的屏障 又少了一個 的話 就 真的接著下來 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換上了 就是33號的 雪神 應該是33號的 雪神 雪神 來自江蘇 是一個中場球員 而且相當年輕 92年出生 看看 在這些關鍵的時刻 放上來 看看 好力的情況之下 現在大家都是十打十 不過 其實 成都隊 其實他們 打小過的時間 是長過日資傳的好多 所以 對於體能消耗一定是大 看看 這個年輕人上來之後 會不會在中場的體能 會有所補充呢 多利 嘩 應該是先難倒球 不過 可能球證就說 認為他是一個危險動作 這段時間 似乎雙方的火藥味 有少少重 球證又做得好 球證又做得好 看看接下來執法日子 這位球證是可以去到哪個高度 又一張黃牌 給成都的15號張波 軍衣其實這場比賽挺忙的 接返跑了很多次 一個 出色的球證 其實 對於控制比賽 流暢性是關鍵以來 對於球的距離 亦都很需要 還有處法 今天這位球證打到83分鐘 沒什麼太大的東西可以讓我們跳出來 就算細微細微 都是很少很少 只不過有時候有經驗 或者是有時候 當球發展之後 還沒觀察到周圍的環境 好像兩張紅牌 包括那個十二碼 都是我們所說的 是一個很合情合理 這邊 陳七差點攝到一個身位 可以透露雞 球證認為陳七在後面 有少少手部動作 所以就出了一個佛琴 他也說要放在犯規的地方才可以開 現在場邊還是一個換人 換下了就是8號的吳哥 換上了就是23號的張黎 陳都謝菲連隊換人 換下8號吳郭 換上23號張毅 吳帆換人調動 看看兩支球隊方面的改變如何 換下了 這邊主球隊認為他有手球 現場公布入場數字 就是1500人多些 但應該是隨著賽事的深入 入場的人數是有所增加 這邊入球的宮神 梁振邦就被換落 看看是趙王 趙王也是打劉韜的位置 熱身賽上 趙王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狀態來說應該沒什麼問題 太深了 還是條線 頂出來限制 抹大一點 我防守 現在十打十 出波6.5 不錯 頭上也批到 好可惜 真的看到膽戰心驚 很明確 其實謝菲連隊 無論是在運動戰當中的出波也好 其實在佛球的出波也好 他們都是向後處的點去 後處的點去 都是他們的中堅 皮羅加在 劍樂戰方面已經有結果 十人的不理工 就真的作客的情況之下 贏了 自在衝超的何不進浩 所以這邊就封雲突變 都很難說 這場比賽最後的結果 暫時之前還是2比1領先著對手 嘩 那真是一個很大的冷門 因為畢竟 除了河南建議 提出明確衝超 這支音樂的福建進來 也是提出衝超 但想不到在揭幕戰 主場竟然會輸給北理工 是啊 沒錯 北理工被外界 以為今年要補組的球隊 在打小球的情況下 都可以在客場反勝對手 實屬難得 對手 包圍 禁區的角球棋 不斷著對方的球員 還可以搏回界外球 這邊助理球證 走開 你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張禮 剛剛上場有氣有力 這位球員 立刻打牙膠先 看看路 這次不是陳七來扔 陳七在禁區裡面 早就接應 不過跟陳七會有少少的差距 我似乎扔教育球的就是廖軍健 這邊長矩直進 這樣撞到前面 幸好卡路斯第一時間可以解刀位 成都換了幾個生力軍之後 似乎 衝擊力方面有質無減 最後的這些時間 希望支傳打醒十二分精神 還有呢 對於成都來說 現在還有兩分多鐘 去到法定的九十分鐘 就絕對不應該打太細了 沒錯啦 他們有呢 就是投槌方面的優勢 應該是多些放些高波上來 第一點都是批倒的 但是追不到 尤其是未上周遊之前 搶點的成功率已經是高過日之傳很多 現在就 更加應該通過這一種的傳遞 去創造機會 楊健這一下都好聰明 搏到對方的一個犯規 那算是等大家先休息一下 因為這段時間 真是比成都按得比較辛苦 總要控制著第二點 然後再給他一個叫華 打算比D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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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其實在 前場呢 雖然很拼命 但是到現在的尾段 真的有一點點跌倒的情況 好啦 這邊打算比Dolly 很輕易 可以拿著球打到反擊 不錯啊 真的 流拖落場之後 隊長的奏比也帶了在她身上 現在都可以說 帶起這班隊友 看看這三分可不可以 捱到下來 真的用我捱字形容下半掌 可能真的不休息 這15分鐘更好 真的可以休息 可以了 沒有信心就不要起了 沒有信心就不需要起了 反而計算了 手球 看來邊線裁判是看到的 舉了旗 但是主裁判有少少 吹回犯規 扔到手都累 那邊的重理球證 主球證 審人豪都似乎未看到 有少少少 法定時間接近結束 由於下半場 暫停的次數比較多 沒錯 全場比賽的保時 就有4分鐘 正如醒哥說 是不是捱呢 到底捱多4分鐘 看看他選擇斬到禁區裡面 還是比較 迂迴一點 放到國球旗 會穩陣一點 這次說 楊健就不斬了 看看趙王的處理又如何 都會直接射門 而且都是中籠 不過對方門長也有所準備 趙王這角都算是比較有質量 下半場 其實算起來 這個好像都是第二腳的射門 中籠的射門 第一腳就是梁振邦那一下 終於看到那個球 沒有那麼險情 因為我們出方來了 看到陳七可以拉著 給這邊的留意神 再放高球 再放高球 上去 劉耀神應該是追到的 拿著之後 就應該是帶到國球旗 那邊 穩實了 回出來 多利 摸國球 摸國球 不要出來這球 這球又要去 很無謂 這球其實就是利用 那個位置的優勢 製造的界外球 控球 不是說踢不踢那些 所說的無聊球 這些球 反而是要爭取消耗的時間 分分鐘有時候有機會 可以搏到定位的球 嗯 你又可以開個戰術出來 但現在被對方 控球拳 對方就不理了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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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看看怎樣 哎呀 哎呀 好運 卡路斯的新歌 雖然是一米九三 但他真的在禁球裡面 很少可以搶到第一點 這一點呢 就真的 及後的防守真的要注意 這次呢 是他搶到第一點 批了下來 批了下來 被對方的球員裸定 首先作為中圍 有這樣的身高 但正面的第一點 打不到的話 對於他防守的 所說的動作 或者是防守的區域 肯定處於被動 二來的話 其實有這樣的身高 打不到呢 對方肯定就會 在這方面 再加大一個文章 做理 烈波就去那邊 對了 往左邊來打 沒有要位 七哥 應該要先出黃邊界外 屬於日之傳方面的界外球 還有一分多鐘的時間 將軍隊抵贊 一直 球隊在這樣的情況 一直喊著出來 雖然說 對方是 下半場不是打得不如人耳 但是 你看到情況 他一直喊著 因為喊著對方 烈波 戰術犯規都要 不要讓他出到看 幸好 這邊成都這次的反擊 亦都是 交了去的無人地帶 你看看 楊健斬過來 這裡有陳七 前面多利走位 又去到國球旗附近 正如剛才醒哥所說 看看他如何處理這個球 好 其實這個球體 應該欺負中 對方球員 出底線 但是球證就給了一個龍泳球 還有威定二十多秒的時間 這邊 成都謝菲聯真的要 握緊時間 真的不需要在後面 太多迂回 斬上去 作為前鋒 就不會讓他輕易出波 但是 就好彩 幸好他都操之過急 有很多時候 不單止說 防守球員 部署 作為前鋒 邊前衛 對方 最後一搏 一定要上前去干擾他 不要讓他瞄著 點來傳 就是我們所說 咬一口牙都要飛下去 保持四分鐘就到 沒球證 沈仁浩 都叫余永知 快快 翠翠翠把入球開出來 應該開出來之後 就會吹響全場結出的壽星 沒錯 結果這場賽事 廣東日之傳 有驚無險 主場2比1 擊敗了成都謝菲聯 取得中甲聯賽 首輪賽事的開門紅 對於下半場的日之傳來說 真的捱得相當之艱難 去到賽事的尾段 亦都要被罰一個離場 所以跟對方 其實在最後的時刻 是十打十的 將軍都可以說 就是大隊 一個就是開門紅 拿到一個很好的 主場成績 暫時 好 今場賽事 為大家送上粵語旁述的 就是杜瑩瑩 劉成 和陳海東 我們下次直播時段再見